台美關係更進一步了嗎 美國國務院官網更新美台關係報告 新舊版本比一比 五天前官網上還以川普政府主政的舊版 基於聯合公報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還說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過新版本刪除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支持台獨等 並把行之有年的六項保證納入其中 涉及敏感台美中措辭 是否代表台美關係更上層樓 定位關係會更清晰 更明確 這是一個對台灣非常健康正向的走法 也是中國很快撞看我 硬要扭曲別人的訊息 做大內宣 做大衛宣 適得其反的效果 等於美方對中方的一種 軟硬兼施的做法 它的意思就是觸北京的眉頭 就是說你不接受的東西 我硬是要放在我的網站上 可以增加美方跟中方談判的籌碼 學者點出美國拿台灣勢力激怒中國 台灣可能在美中對槓間借力使力嗎 他一下打台灣牌 那一下又收台灣牌 這個對於美中之間的關係 確實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表面上來看 好像是美方又在大力的支持台灣 可是反過來這個就等於說給北京又累積了它的負能量 到了一個點的時候是不是會有一些什麼大的變化 那我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察點 AIT發表聲明強調美國一中政策依循台灣關係法 美國對台承諾堅若磐石 將維持台海兩岸穩定和平 台灣在大國博弈間不得不步步為陰 進行黃軒曾俊瑋採訪報導